各位,今天是中國共產黨第20屆中央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北京時間大約12時左右 跟中外記者見面 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有7人 分別是習近平、李強、趙樂際 王滬寧、蔡奇、丁善祥、李希 這是按照會議公佈及現場介紹的順序排列 習近平繼任中共總書記 中央軍委主席繼續掌妥為中國前行 七名常委預料將會按照餘下職位分工 其中有兩個李希和蔡奇的職位已經確定公佈了 其他就按照以往慣例來預測 就是李強有望接掌國務院總理 這次很多外國朋友要小心 上一屆國務院總理就是李克強 這一屆叫李強 不要說黑字 不過是兩個不同的人 趙樂際可以網出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會議長 王滬寧可網接任全國政協主席 蔡奇確定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 丁善祥有望接任國務院排名第一副總理 李希會擔任中紀委書記 以前被看好有機會入場 而擔任重要角色的胡春華 就入不了24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 習近平說他會被選舉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他表示現在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 回傳餘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愈開愈大 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 以自身發展為世界創造更多機遇 希望這一屆政治局常委 可以繼續打領中國 繼續國富問強